好 還好嗎 大聲點 我網絡學的還很淺 那其實我們這個最主要是一個祕樂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推廣一個健康建材 因為希望大家不是只有 除了吃要吃的健康 住也要住的健康 那住的健康呢 這個時候我們要推薦一些健康的產品 大家多用這些健康的產品的時候呢 它的價錢自然而然就會降低下來 所以這為什麼是一個散法行業呢 因為我們有了一個健康的色身 我們才可以跟著師父繼續往下走 繼續修行 繼續學習 這是我們的想法跟理念 色執的學習